解放军的一个强硬动作突然被揭秘 暗含三个警告 某些国家必须懂得 大家好 我是小英华 欢迎收看英华观点 中美台海博弈愈演愈烈 解放军突然揭秘 去年一强硬动作 某些国家如果再看不明白就晚了 一直以来美国都把中国当成自己最主要的对手 当中国的发展让美国感到害怕的时候 美国便会对中国进行打压 正因为如此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波液 一致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 主要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南海 拉拢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 第二个地方就是台海 通过频频打台湾牌 打到一台制华的目的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越来越频繁 在亚太地区两国难免会出现一些紧急状况 近日一则被媒体披露的新闻显示 解放军在去年的某次南海演戏前夕 负责外围警戒任务的昆明舰 成功驱离了外舰 这里的外舰虽然中方没有具体点名 但细心的观众应该心知肚明 他指的是谁了 在这个时候解放军这一强硬动作 突然被揭灭 在我看来暗含了三个警告 第一个警告 曝光外域势力的行为 众所周知南海与台海地区并不太平 随着美国在这地区的动作越来越频繁 解放军向营的军演也越来越多 这将意味着发生这类世界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这次揭秘的解放军强硬动作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外域势力的一次曝光 所以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据 如果接下来某些国家还是不知道收敛的话 那么外舰这个名词很有可能就换成具体的国家的军舰了 指名道姓的进行曝光 第二个警告 中方有能力对外域势力的军事干涉活动进行拒止 从媒体报道中 我们不难发现昆明舰发现外舰时 第一时间完成了从警告到战据实战有利阵位的部署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 对外域势力类似的军事干涉行为 中方已经具有拒止的能力 而且从结果来看 中方的拒止能力完全能够对付外舰的威胁 第三个警告是对美国审议台湾政策法案的回应 即使美国审议台湾政策法案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力 一旦涉台法案通过 将意味着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变相谈牌 未来在台海方向 中美出现误判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在这个时间点 中方揭秘解放军的强硬动作 其实也是在警告美国 目前大陆海军的实力 足以应对来自美国的海上干涉 不管台海政策法案通过一方 在大陆不承认的前例下 它都将是一张废纸 解放军的拒止能力便是大陆对抗美国的底气之一 可以说解放军揭秘的这一强硬动作 在给某些国家留足了面子的同时 也给了他非常严厉的警告 某些国家也该行行了 如果他还装作看不懂 继续挑衅的话 那么解放军将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这么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